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让我们稍微寂寞片刻 献上自己的祈祷 上主 我们求你借圣母玛利亚之转求 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今天我们选取了三封感性件 下面请大家聆听 亲爱的永元圣母 我想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你 特别在我父亲手术期间的关心和代表 他的脑部里有个肿瘤 必须要做手术解除 那时刚好是新冠状病毒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们无法来到洛维拉教堂 所以我们只能在家中为他祈祷 后来手术很成功 而且肿瘤也不是恶性 圣母妈妈 我们真的很感谢你 感谢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福听 是一切顺利平安 我们恳求你继续关照我们 同时我们也为所有感染新冠状病 会员的病人 和在前线的医疗人员祈祷 求你保佑他们平安 谢谢你 您亲爱的女儿 亲爱的圣母 感谢您向你的圣子耶稣的转求 回老五位滞留在布里斯班的朋友的祈祷 当时 由于新冠状病毒阵状的危机 而处于封国的情况 所以他无论为力 大约经过了一个月的焦虑 而准备放弃的时候 希望突然出现 他终于得到继续旅行的允许 并且具备前往新加坡的所有必须条件 例如大约时需要进行十四天的隔离 他都安全顺利地做到了 甚至连跟房路的问题也都解决了 亲爱的圣母玛利亚 我们再次感谢您 您亲爱的孩子 亲爱的圣母玛利亚 我写给您的这封感恩信件早就该到期了 我身为一位老教友 从小孩到青少年时期 我就一直在天主教学校读书 而在那段时间里 我也参加了永元圣母禁礼 但后来我就不知不觉中 逐渐远离了教会 后来我结了婚 就开始信仰另一个宗教 导致我很长时间没有去教堂 然而在两年前 我的媳妇怀孕时遇到了困难 我们非常伤心 因为医生告诉我们说 宝宝可能会是个死胎 所以我的妻子不倒不被送往 主角妇幼医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有一天我排队等巴士 准备到医院去探访我的媳妇时 突然抬起头来 一眼看到了诺维拉教堂 屋顶上了十字架 就在那一刻 我决定走进教堂 会在永元圣母向前祈祷 求他帮我向耶稣转求 希望能够让我的媳妇 安然无恙地生下小宝宝 从那时候起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去 永元圣母的圣像前祈祷 直到新冠会员病症的爆发 导致教堂的关闭 感谢天主 现在我和我的媳妇 有个健康可爱的男宝宝 谢谢您 您亲爱的女儿 接下来我们念敬礼经文 永元圣母 人子的母亲 我们前来投靠你 因为人人都知道 你是罪人的托靠和希望 求你也做我们的托靠和希望 为了基督的爱 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 伸展你救援的手 我们曾多次犯罪 但是现在知道 若投靠你就会克胜罪过 所以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 我们必来呼求你 圣玛丽亚 请救援我 使我不再远离天主 圣母经 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丽亚 念圣母经一遍 万福玛丽亚 你充满圣寿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丽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圣母赞主颂 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颂 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 我的灵魂颂扬天主 我的心神因救世的天主而愉快 因为天主垂年碧女的威贱 今后万事的人称我是幸福的 因为全能的天主在我的身上完成了奇迹 他的名是至圣的 天主对敬畏 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 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 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 天主从高位上推下一个权势的 举扬起那微小卑贱的 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 叫一向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天主不忘他的仁慈 照顾了他的仆仪 依赖了你 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 亚伯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过的 玛丽亚 你是基督的母亲 你也是我们的母亲 请众同道 天主 我们全心感谢你赏赐 玛丽亚做我们的母亲 他仁慈和爱 了解及关怀我们 我们在此向你致谢 阿们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路加福音十四章七至十四节 首先我给大家把这段福音读一遍 请大家聆听 公读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七至十四节 那时 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如何征选首席 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书 即使你被人请去赴婚宴 不要坐在首席上 他有比你更尊贵的宾客 也被他请了 那请你而又请他人要来向你说 请让座给这个人 那时 你就要含蓄地去做墨席呢 你几时费勤 便去做墨席 得那请你的人 走来跟你说 朋友 请上座吧 那时 在你同行的众人面前 你才有光彩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备高举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这段福音 大家也听过 我想大家都能听到是 耳术能响了 也可以说是倒背如弄的 对这段神经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提到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 那就是自高自到了 必备贬义 自欠自卑的 必备高举 在这里 我对自高自大 不多做解释 因为骄傲自大 我们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也会 只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下面我主要给大家分享几点 有关谦卑的看法 第一 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有谦卑的精神 因为谦虚的精神 能使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的不足 然后才能更好地去借助别人的长处 来弥补我们的缺点 在我们的中华文化当中 也常常提到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虚心地接受各方面的意见 建议 你就可以不断地进步 如果你骄傲自满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建议 那么你就会越来越落后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强调谦卑 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一种潜在的渴望 想成为大的 想做领袖 这种想法 不是不对的 是人的一个本性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真是有了这种渴望 才会迫使我们 在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好 变得越来越更加优秀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为了自己 变得越来越好 变得越来越优秀 而不知道尊重他人 我们所取得的尊严 也只是虚幻的 肯定是不会长久地 受到别人对我们的尊重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损人 是损人利己的 那这样给别人带来的痛苦 我们自己高兴了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同时 在福音当中 耶稣也提醒我们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是来自天主的慷慨的恩赐 并没有什么骄傲之处 即便是你有天大的本事 但是我们还是 不能忘了那句古话 说 楼外青山 楼外楼 墙中自有墙中守 你厉害 但是在这个人世间 还有人比你更厉害 所以我们要有千倍的精神 这是第一点 紧接的是第二点 我们需要找准自己的一个位置 确定自己的价值 而不是由他人的评价 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来衡量自己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往往忘记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吗 是的 没错 的确是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更重要 是什么呢 那就是天主的一个 一子一女 是他所爱的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明白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 随着世俗的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也才明白 我们每个人的存在 本身就有无限的价值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 在天主眼中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跟我们是一样 我们是唯一的 是唯一的 是耶稣圣行当中的最爱 是不需要任何外界的东西来衡量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 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本身就有永远的价值 不是外界任何东西可以衡量 可以衡量 可以决定的 你本身就有意义 就有价值 明白吗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应该笑话 主耶稣基督的前卑 耶稣基督 他本来是天的一个主宰 但是他来到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却被人排斥 最后被人羞辱 死定死在十字架上 那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他不是就是为了我们 我们这一群生活在最小大陆的人吗 他给我们带来的救恩 我们原本是走迷失 那道路的一个小羊群 但是因着他的死亡 我们得到了风湿的恩宠 得到了鸿马的生命 那他是我们的师父 我们是他的跟随者 师父怎么 师父怎么做 做土地的理所当然的 也应该这样去做才对 所以我们理当谦卑 要向耶稣基督学习 在生活当中 看待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天父面前 都是平等 而无分高低上下 人人都是一视同然 一律都是平等的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就是要颠覆 圣人的一个价值观吗 那圣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他们不是都是 圣的价值观 不是都要追求权力 敏欲金钱 总是要想着比别人强吗 但是主耶稣 却教导我们 要把他的虚尊就悲的道路 这是天主的作为 也是他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该重视的是 是天主的看法 而不是人的看法 当我们跟天主 有了一份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去 爱周围的其他人 这样才会更融洽地 跟我们身边的人去相处 然后才能制作出 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 最后我们求主 常常赏赐恩宠和智慧 并且常常陪伴和支持我们 使我们在生活当中 拥有一颗谦卑之心 生活在这个人世间 为基督做盐做光 做山上尘 阿们 向圣母送 知人至此 童真 玛利亚请记 凡人求你保护 求你旧约 求你转大 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 虚 童真至圣童真者 我的母亲 我怀着这种意识的心 投奔于你 我虽有罪 但现在忏悔 要来到你台前 虚 圣子降生之母 别拒绝我的要求 但请你仁慈了 鼓听我 阿们 为病人祈祷 主 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 请鼓听我们为病人的祈祷 上次他们能效法你 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 如果是你的旨意 求此他们痊愈 使他们永不忘记 你关心他们 阿们 现在 我们为新冠状病毒 早日结束祈祷 永远圣母 我们满怀信心 来到你的圣像前 恳求你代表 母亲 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下 看着你痛苦的肾子 你必定心如刀割 如今他从死者中复活 战胜了邪恶势力 你是多么的欢欣喜悦 痛苦之母 在照患者中处 在照患难的时日里 请你为我们祈祷 帮助我们绝不灰心丧志 请你为因冠状病毒而受苦的人 子女带导 安慰脆弱和焦虑的子女 保护那些混不孤身的医护工作人员 启发我们的领导 做出正确的决定 改变我们的心态 使我们负责任地去行动 教导我们信赖天主的爱和慈悲 分享你 因勇于面对所有的生活挑战 而获得喜乐 阿们 最后 愿永恒 永远长存的天主 常常与你们同在 便在生活当中 赐给你们力量 勇气 时刻陪伴和支持你们 使你们 有力量 在这个人世间 去生活 去为他的福音做见证 阿们 谢谢大家